今天让郑空带给咱们做一道煎饼的菜 新吃法 对 杂粮煎饼 脆煎卷 来吧 咱们介绍介绍食材 今天咱们选五花肉 也可以放牛肉 罗勒叶 然后小干葱 小米辣 对 都这点料吧 对 咱们肉切成丝 因为切成丝卷的时候好卷 筷子头那么粗就行 然后小干葱把它切成丝 小米辣咱把它给切成末 罗勒咱只要只选一样 也要一样 对 杆不要 杆不要 我们把这个罗勒给它切一下 别太碎 就是顶刀尖 切好的肉丝焯一下水 首先把油进去一下 第二就是等会炒的过程中 不容易扒锅 这个需要热水 对 要等 给它过一下 咱们把这个 里面那个油 给它好好煸一下 小干葱 嗯 就那五花肉丝煸的干葱 绝对香 对 香味不比了 好 来这生抽 放个颜色 一定要把里面肉 肉里面那个水分给它煸出来 要不然等会选煎饼的时候 很容易抽水 多么多么多 一克 小米辣 来这胡椒半勺 然后来这鸡筋味筋 一样也就是一克左右 对 煸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什么水气了 我们把这个罗勒放进去 这时候最后放罗勒 对 最后放罗勒 好 这罗勒叶又有多一种吃法 对 来一个欧镜 好嘞 全程中小火就行 对 中小火 这就行了是吧 对 这个就行了 卷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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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们煎制的时候 一定要用小火 因为这个火太大的话 本来这个煎饼是熟的 我们在特别大的火 容易煎糊 但是煎制的时候不要放油了 因为这个炒制的时候 它已经有很多油 所以煎制都不需要油 可以看一下颜色 如果说颜色变的话 可以翻一个面 那这个成果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段不要太大 太大了容易吃着不发面 四公分左右 四公分 看着太精致了 那里太坏了 来 下一个 来啊 我们尝尝 酥 对 对 这个煎饼可高低了 罗勒叶的一个青椒 真的是挺上头的 而且呢 这个复合味也挺轻盈的 这个煎饼卷一切很长了 来吧 再来一块吧 再来吧 再来吧 再来吧